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教育人生 我是高维旭 2018年已经过了 现在2019年正式开始 2018年有很多的关键的时间点 我都有跟投资朋友 先做一个说明 所以看不懂行情 你在办法去谈你的绩效 如果你看不懂行情路况 你没办法避开风险 当机会来盈的时候 你买也买不下去 你也没有钱买 所以2018年 我们先回顾 2018年为什么跟投资朋友报告 然后等一下会带到现在的操作 2018年总共有五个 卖点我提前预告 7月25号 8月30号 9月26号 10月19号 包含了最近的 12月20号 讲这个一定会提出证据 没有证据我是不会跟您报告的 7月25号 提醒你 留意止变 向中止变 8月30号 提醒你将拉回 9月26号 提醒你 短线已经建高点 9月26号 提醒你短线已经建高点 10月19号 再提醒你 反弹要结束了 最近 12月20号 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行情路况往下 请你空手 请你空手 看得懂行情路况 你可以避开 400点 500点 1200点 480点 跟200 30点 你会觉得 这样的操作 才是重点 才是真正的 不是 车子一路往上开 然后遇到要转弯的时候 你不知道要转弯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不会跟你讲标股 可是我已经先预告 行情 告诉我什么讯息 要往哪里走 对错 由市场上来做决定 当你看了懂 该减码 该刹车 该转弯的时候 避开风险 避开危险的时候 机会的时候 你也必须掌握到 8月20号 路逛颠坡 它不是一段上去 它其实是分两段上去 涨了两天 休息一天 再涨一天 大家觉得有疑虑的时候 再给你跳空跳空 所以它是路况是颠坡的 一个买点 10月11号 一到两天 也有机会做反线反弹 大家在看不好的时候 长黑帮的时候 我跟我的会员报告 也跟您报告 一到两天 也有机会反弹 果然它就是反弹的 行情路况走平后 将上扬在10月29号 机会来年的时候 我跟您报告 第一个买点 跟第二个买点 11月19号 跟10月29号 两个买点 路况颠坡 强中值边是现在进行的事 随时都有风险意识 8月20号提醒你 9月18号提醒你 短线要往上 11月11号提醒你 一到两天 有机会做一个反弹 10月29号 告诉你走平后将上扬 11月19号 告诉你短线将往上 同志朋友 这些都是有证据的 这些都有证据 包含避开 你先谈避开 再谈机会 先避开 再谈机会 所以投资片 我跟您报告 现阶段的行情路况 我的看法是什么 你必须要先留意一下 必须先留意一下 行情路况依然是往下的 依然是往下的 不过今天非常特别 今天我有带会员 经常买股票 为什么 行情路况往下 可是我跟投资朋友说 2019年我是偏多操作的 很多的股票 已经跌回到一个 我认为合理可以做 合理交易动作的时间点 所以我今天有带会员 去做一个 做一个基本布局的动作 这非常重要 你会觉得 为什么这么矛盾 不矛盾 因为很多个股 它是让我觉得 甜蜜买点到了 我必须要出手 即便 即便 我认为行情路况往下 我们先进基本的部位之后 然后慢慢的 从空手 建立基本部位 慢慢的 我们在重压 重点来了 不是很多股票 我都一起买 即便有很多档 公司股票 我是看好的 可是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一组会员 两档三档股票 其实就够了 多一点 如果行情很热 会多一档四档 对不对 做短线加差交易 现阶段 所有的会员 普通会员 特别会员 今天建立一档 基本实股 建立一档基本持股 我要到的会员 从空手 12月20号空手之后 今天开始 慢慢的进场 有机会 我们就要重压赚一波 就如同之前 跟投资朋友报告的 9月底我说 请你把握住 10月1、12 不要做短线加差交易 一朗就做波段 而且持股不要多 你才赚得多 所以我要复制这个 金箱店 9月底开始布局 9月 10月 11再买两笔 总共每一笔单子 我们都 四笔单子 我们都是赚钱下车 在哪什么时候 12月26号 卖掉成交14.2 现在还是我卖的价钱之下 13.35 投资朋友 再次重点 当你看到行情路况 你的操作 才会比较实在 我不会到会员 买很多档股票 你假设 你有100万 你今天每档 什么股票都买 买了四档股票 然后 只有一档股票拉上去 就算给你10%涨停板 其实其他九档 你才是亏钱的 真正看好的 要出手的时间点 一档股票 慢慢加码 两档股票再赚钱 我们再加码 三档我们买到满的时候 100万你分三档 各赚10% 那个才是真正的获利 那个才是真正的获利 10% 20% 就看盘面上 对不对 可是我不会带我的会员 乱枪打鸟 一直买股票 今天行情路况 仍然是往下的 未来行情路况 仍然是往下的 但是我今天从空手 今天进场 做一个基本的布局 做一个基本的布局 为了是什么 在我的会员 在大家没有信心的时候 慢慢的赚钱 赢家总是少数的 该进 则进 该退则退 条件到了 该进场 我们就进场 条件到了 该出场 我们就出场 因为我们输额操作 都是有根据的 大多数人必须输 因为他们输在情绪 不敢做交易 该交易不交易 我们不会 我们会有交易 我们会无所畏惧 该进场 我们一定要带会员进场 让会员赚到钱 未来 2019年 不管是总体经济 企业获利 以及 政治风险 都充满了这三个字 可能性 只要你看得懂 行情路况 该避开 你避开 该把握机会 你把握机会 你会发现 你的交易之路 会比别人欣赏 更好的风景 而且是值得 你回忆的风景 这是非常重要的 认同我的投资朋友 你可以加入 Aliate 至于你想不想加入会员 要不要跟上操作 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我的预告 是不是都预告在前面 我的做法 是不是说了跟做的 是一样的 这个你先去观察我 等你真的觉得 认同的时候 再打电话进来 我们一起做一个 好的交易人生 让我带着你 在股票市场上 得到美好的回忆 谢谢大家 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